大家好 我順路,很久沒見 我平時不在 因為沒有一隻貓士,我看不到誰打卡冠軍 告訴我誰今晚打卡冠軍 我現在只看到最新的訊息 你們告訴我,我先洗牌 今天捉到Jam留棠,實在太好了 幫我潛牌嗎? 你有潛,你又利用我們的私人時間 潛甚麼? 你隨便吧 不知道問甚麼 那你不知道問甚麼,不要問 問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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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奧運 阿川媽一直救命 問一隻嗎?問一隻? 潛一隻嗎? 潛財運 潛財運,你要跟人合作 他說你是一個藝術家 藝術家最深於美好的作品 那你做一個主持人也是藝術家 他說你是需要團隊合作 甚麼?我有寫五、六個劇 那你就是藝術家、作家 合作的作字 有賣給別人的 你是要合作,你不是林作 這樣就會說你是要團隊的合作 會發揮最大的效果 不喜歡跟合作 一向都不喜歡跟合作 那就拍檔吧 好,嘉儀第一 先幫嘉儀開牌 好,我們的節目就是這樣 第一個進來十點正打卡的 就會幫她免費開個塔羅牌 薑菊援助 好,看看嘉儀做甚麼 咦?嘉儀你最近是不是有些鬱悶的情緒 令你想事情不太清晰 你是需要得到一些援助的 要教皇牌,你要有貴人 她說呢 我們在等貴人,還未出現 等了幾十年還未出現 嘉儀你的貴人 就不是那些給你錢 精積加薪的 嘉儀你的貴人 不是,是精神上的 跟他溝通、跟他聊天 即是網友 即是最近喜歡有人關心 即是網友 另外,征服 強而有力的手握著寶劍 就是這樣 只要有一個朋友真正關心你 聊完後,你抒發了 你就會立即充滿能量 嘉儀這個人很有趣 就是很容易哄 即是很哄 好了,我沒事了 立即開心 立即充滿能量 立即看看我網友有沒有周嘉儀 嘉儀抄 立即看 好了,今天很久沒見到JAM哥 經常撞不正 怎知道這麼巧 我來到,撞到JAM哥出來 今天有原因的 你去旅行吧 有喔 喂,有喔 甚麼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我今天突然上不到網 下午開始 我就沒辦法在公司 我就逼著來這裡 原來是這樣 那就有空他上不到網 好了,親愛的觀眾 我們今天馬上開始 我們靈異邨的節目 一點點題外話 我們靈異邨說了很多古靈珍怪的 JAM哥 日本人估計 接下來單身的人數 你的字也挺甚麼 我需要寫字來拍照 我自己看得明白就行了 挺好,挺可愛 當然 Kawaii 你知道我多快寫好一板字嗎 Kawaii 如果拿去寫書 那些人看我的稿就慘了 好了,繼續說 根據日本的研究 當然,最近我們最流行的話題 就是拿了香港第一金 還有一些移民的話題 遲些我們有空再說 奧運沒有看的 奧運沒有看的嗎 是的 不要緊 支持所有國家 是嗎?但我有一個人 經常都很想打他 因為他經常抽水 抽得很不著事 不過算了 我也免得說 我也很希望看九月中山怎樣打他 我也很想說 加油 你也不如打成 算了 打得成 打得成 不要理會了 總之打得成就OK 好了 這個我先不要理會了 根據日本人的估計 接下來 單身的人數 持續繼續向上升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一個很古怪的 有一個人有屁股痕 就拿了一大堆老鼠 即是起了一個老鼠樂園 就來研究如果他在裡面 不斷生 不斷生 給他們水、食、食、玩 看著他們的人口不斷膨脹 但空間不會增大 那會怎樣呢 老鼠居然都真的選擇單身 自己不生育 自己有自己的世界 其實我也覺得很像現在 日本就估計了 單身人數 接下來的幾十年會升到 日本有一半的人口是單身 寧願不結婚 這個情況還會保持有增無減 那個叫什麼 有個名字 叫什麼 草色藍 這個字很漂亮 是草色藍的 總之 逆債了 其實 人如果不用感情 是天下無敵的 是 他們就是 沒錯 人口老化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的人發現 他們不需要有另一半 他們很嚮往自由 尤其是女性 我見朋友 喜歡吃、洗、買衣服 很爽 你不學這些? 我習慣買衣服 不行 我喜歡 你不學嚮往自由? 我不肯往自由 是嗎? 為何你不學這些? 每個人人生的目標不同 是嗎? 是嗎? 其實我對於我的辦事能力 非常滿意 我覺得自己的女強人會很強 所以我已經達到我的目標了 我覺得還是做回家庭 我想做個媽媽 嗯 繼續 很有趣的 小朋友 好,繼續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真的喜歡小朋友 看不出來 雖然小時候也看你 我比你大 說笑而已 不要緊 好 我在地鐵見過你 小時候 是嗎? 那我真的認不到你 我那時候在做銷售 你是明星 是嗎? 我在地鐵到遠處看到 就認得你 原來是這樣 那女生很漂亮 行了,不用繞了 好,我們繼續 真的 好,繼續說回來 他們覺得買東西 享受人生 給自己的滿足感 比婚姻大 比生小孩子大 擺明了 想都不用想 因為日本更加保守 結婚很悶 男女也是 再加上性已經不用 有一個真人去解決 那些女生可以叫牛郎 花錢 男生看AV 有買公仔 所以 他們不需要 有另一半 就變得很多人單身 刮鬼什麼事 我也在看 我確實 刮鬼什麼事 我還沒說完 我還在等 所以 現在日本已經趨勢 很多老人是獨居 因為他們是單身 獨居 那些老人 他們年輕的時候 日本人因為年金很厲害 那些公司聘請你一輩子 你退休又一百多錢 他們本來都打算 生活質素不下降 誰知道 老了你會懵懂 那些人看中你 一輩子單身 就怕寂寞 那些銷售士 你知道日本有很多人 上門銷售東西 買沙波爛餐一大堆東西 來騙這些老人 買一堆無謂的消費物 其實他們 那些老人家 只是想找人聊天 變成了很多老人 因為這樣 最後就交不起租 流到街頭 就死了 或者在單位裏面 自殺死了 弄出很多空窄 還有很多老人家 因為這樣 怨氣死了 所以 業主現在很頭痛 因為這樣 除了老人家 單身上升 說到很偉大數據 其實不是 是空窄 保持著上升 那就衍生到另一個行業 就是有些人專門 去住事故單位 還有另一個行業 就是有些人專門 幫你清理那單位 清理就不知道 住事故單位 有些人住到 出名字 有些人住到 專門說這些 然後很多人 聽他的節目 我搜集資料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張照片 也挺噁心的 就是一個老人家 死了在房子裡幾個月 才被人發現 他已經有一個人形 是黑了 黏在別人的那張 不知是床還是榻榻米 有很多烏鷹 很臭 那些旁邊的房子 一直聞到臭味 但又不報警 到最後 真是受不了業主 因為那個人失蹤了幾個月 找上門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乾了 死了幾個月 嘩 我看到那個單位 清理的那個人也很麻煩 我覺得如果你是工作的 你就沒有辦法了 我們看到的角度就是 嘩 很噁心 但如果有人給你錢 你穿上整套的東西 武裝就沒有問題了 就清理了 整套武裝你就搞 立即做完就離開 那我寧願清理事故單位 比做賭垃圾 嗯 即我寧願清理事故單位 可能我不怕鬼 即我本身做的靈異 我不怕鬼 我寧願做事故單位 清潔 遮遮 或者我做死人化妝 我也不想做賭垃圾 賭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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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師傅是不會教你的 因為這樣你也會 他們就沒有反壓 那我教你們一個行運大法 好嗎 就是你買真正的蜂蜜 食蜜糖 嗯 不是容易買的 是啊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很多是糖漿來的 真正的蜂蜜 你吃蜜蜜糖 那幾口 吃蜜蜜 慢慢吃 不用吃得很甘 那你就會轉運 一刻就開始去 不過糖尿病人 當然不建議 你們就可以試試 為什麼呢 第一 蜜蜂本來是有聖精 不是男女的聖 即是神聖的聖 以前聖經都用蜜蜜 看到蜜蜜是代表神聖的 而我們世界也知道 蜜蜜的地位很重要 第二 就是原來 譬如泰國也有充花糧 原來蜜蜜採花蜜是選擇的 它不是隨便有花就採 其實它也是選擇花才採 原來集合了很多不同的花的精髓 那些花呢 你吃了下去 其實是可以幫你趕走那些黑氣 那我去買呢 也是幾百元的 不便宜的 幾百元是說這麼小的蜜蜜 就是這麼小的蜜蜜 你一買大蜜蜜是流行的 或者大陸風那些 最重要的是 那個 我覺得是天然的養蜂 不是殺了蜜蜜 拍死別人的蜜蜜蜜 那些是節奪的 但是如果是養蜜蜜 那些是OK的 那你吃到真正的花蜜 你是會很幸運的 我吃過幾次 我試過有一次 我在台灣很容易買 99你吃多一點 我試過有一次 我真的在外國 人家是養蜜蜜 那就是帶你走進去 就拿一格出來 就是批一塊給你 或者是它有個水喉這樣拎 拎給你吃 那我知道是行運的 我就買 那我呢 告訴你很可愛 那為什麼我會吃蜜蜜 就是因為 我失去了一個行李 那我搭這個 國泰要轉機 第二個飛機 總之我去到當地 我就失去了一個行李 那女生沒有行李 又沒有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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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 就要給錢買東西 那些朋友就說 不要不開心 帶你去農場玩 那我吃蜂蜜 那我吃完那個花蜜之後 那我好運就開始來了 然後突然之間 有朋友提醒我 你用什麼信用卡的 那我就說 我只有幾張 我有一張 原來是美國運空卡 那時候 原來是有得賠錢的 我不見了行李 賠了一千元歐羅 還是賠了一千元 總之賠了一千元歐羅 給我買一些日常用品 可以用的 那我已經心想發財了 其實因為 因為我那個錢 就變成是 免費給我的零錢 最有趣的是 當我可以拿到 這一千元的免費 可以簽帳 就是確定我忘了行李 然後呢 而後來 那個行李是送回給我 他只不過原來是送錯了 給另一個機場 即是想坐飛機 還是不知道什麼 送到另一個機場 接著他送回行李給我 我是沒有不見東西之餘 我以免費有了錢 可以賣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是很有用的行運 那你有什麼行運 可以說一件 你覺得是走過運的東西來聽嗎 很多 很多 說一件來聽 比較深刻印象一點 你突然這樣說嗎 很多 經常收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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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經常說 沒有可能的東西 就是有可能 對我來說 就是有可能 即是那張單 你做不到的了 那個人這麼沽寒 看幾年樓 你搞不定 總之 都是有運的那堆 但我一設一個盤 不是 因為我知道 這個人這樣選擇 當然是難選擇 我便會把一些虧樣的盤 給他 心態問題 你虧樣 我就覺得是賺 他便會買 我就是 小聰明 但也有一點運 我沒有什麼運 都不知道有運 還是沒有運 都不知道 你不用你的小聰明 沒有 是蠢人 不會 不要開玩笑 說真的 好了 說完了 你就教你走運 還有 其實 我們人口老化 雖然說一個例子 是日本 但其實 全世界 只要是 比較發達的國家 包括香港 你會看到 Jana也是這樣 所以 獨居老人多 你問一個問題 很現實的 關於鬼的 真的嗎 你覺得鬼是幫你還是害你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哪樣比較多 你可以選擇七三比 六四比 我的比例 幫我的多 我也是 是啊 但是 很多人都很糟糕的 同事 我也是這樣 病到偶彩 黑到蜜豆 同事是黑到臉都青 但是我融光換髮 對 就是這樣 幫我多 有鬼都其實碰很多 不是養的 真的無緣無故 不知道在哪裡 撞到 人家說 上了那些單位 不要去 多黑 我沒事不但只 很好 是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 不是平時 我有燒開東西 那些鬼節 或者我拜家人 我燒東西 我會多買一些 最新債主燒賣 是啊 我另外有一份兒 少少錢 就是跟其他人 說 譬如自己家人 寫了名字 自己睡著睡著 不要緊 住在附近 如果沒有人拜你們 我送給你們 我會這樣做 其實你這個人挺好 老實說 我最近都已經是 看好家附近 哪裏有化寶盆 因為鬼節 那我燒 我都打算幫村民燒 因為有些村民 可能移民 拜不到家人 或者你們有些東西 漏了 那我就打算 我多買一份錢 就代表靈異村 各位村民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打算是這樣的 所以 我經常都有這些 古怪運 Manson 是 來母見你這個名字 是嗎 你那邊的 是嗎 他說有支持你的 有些人不留言 那些人很多 是嗎 我經常跟他們聊天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看直播 我很多不留言 很多朋友 好 開始一下 不如我們先看看照片 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地方的靈異 不如說說新加坡 因為其實新加坡 我們都是去旅行的 熱門地方 新加坡原來有些東西 罵鬼罵得很教官 沒有去過新加坡 對 新加坡 我們先看看 剛剛第一封電郵 有個 Real World Hospital 那個照片 就是一棟 對 那樣子 很恐怖 你說吧 我先回憶一下 Real World Hospital 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已經有 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醫院 這個醫院 除了做過普通醫院之外 它是做過精神病醫院 但是它為何會出名 是想當年有很多不明耐力的死因 出現了在病人身上 即是無緣無故死亡人 但是說不出它的死因 所以導致裡面 很多人當時懷疑 他們在做很多不道德 不人道的研究 因為在裡面 曾經有一段時期 是混過很多精神病人 而這些精神病人 混了裡面之後 就跟外界隔絕了 其實精神病院 我認識很多朋友做的 精神病院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人道的地方 很不人道 特別是人道 當然沒有 現在的好那些 以前是很差的 基本上是超級人道的地方 所以那些人 經常殺完人 假裝不正常 進去精神病院 我覺得它有很大的勇氣 我們還有幾張照片 看看這幾張精神病院 給人看看現在的現貌 如果你現在去那個地方 你也可以去逛逛 但當然它已經荒廢了 沒有人打你 很多人現在 是故意去 變成一個靈探的熱點 你可以去拍照給我們 張哥 我其實 買了幾本書 專門說精神病院裡面的恐怖東西 我認識一些朋友在裡面做的 你想要聽精神病院的鬼故 好啊來來來 我近坐10分鐘 誰可能夠說的 夠說 不是啊 有第二部分 繼續 第二部分不行 我們一部分而已 好繼續 我一部分可以九個字 有個精神病院的鬼故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說的 是近年的事 你問回裡面的人 多數都會知道 哪一家就免得說 香港 香港有多少間 繼續 也不是的 有很多不同的 好 話說 有一次 她有男和女的病房 男的就是女的 女的就是做女的 女的也會有男的在裡面 有一晚我回到通宵 女的那邊就叫她 可不可以找一個人過來幫忙 我朋友就過去 問她什麼事 她說 她說 今晚你可不可以過來這邊幫忙 她說 一開始我的朋友說 她說 不太方便 我沒有做開這邊 她說不用了 總之你今晚在這幾個地方 就專門負責派東西就可以了 原來他們就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間房間 裡面就有幾個床 那間房間就沒有開 裡面就坐了一個女人 和一個小孩 有一個女人抱著一個小孩坐在那裡 幾個人都看到 大家就知道是鬼 那為什麼要知道是鬼 原來事源那個女人 之前是在裡面住的 然後她就看完 放出來就讓她離開 她一離開 回家後就破網了 跳樓死了 然後呢 那個女人就回去了 然後呢 她的家人當然是來吵 搞錯 你說她能出來 不斷在說說說說 大家在投訴 投訴完之後 當然這件事也投訴不到 你知道嗎 你在香港是沒有辦法投訴到醫生 你投訴到醫生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這些是我問醫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投訴醫生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拿證據出來 你拿不出來 要證人嘛 醫生證人嘛 香港醫生是不會 自己香港醫生的 你還要請外國醫生回來 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什麼專家證人 全部都回到外國 因為香港醫生的不成文規定 是他們不會 回回本地醫生的 護士也不敢回答 工作也沒有了 對 她也不敢 好了 他們說看到什麼呢 就是 那個女人又坐在那裡 然後呢 兩個都看到 已經故意敲了門 你走了 走吧 不要留在那裡 我朋友就心想 有沒有那麼猛 我朋友就過去 但我朋友就看不到 但他們那群人就嚇到面青 兩三個 還有呢 有一次 我朋友就做男病房那裡 男病房那裡 有一個人死了 死了之後呢 就有一雙鞋在那裡 一雙鞋 那就打給他家人 她說 要拿一雙鞋 她有一雙鞋 那家人說 不要啊 不要了 不拿了 扔掉了 但他們的程序上 就不可以在那裡扔掉 始終是別人的東西 即是要消毀他 即是要報機關 又要怎樣處理病人 很煩 於是他就先把他放在那裡 怎知道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家人就打電話去問 請問我是哪個死者的家人 他是不是有雙鞋在那裡 我朋友就說 是的 你來拿吧 幸好沒有丟到 對 幸好沒有丟到 那出來就拿回給他 就問他 把雙鞋交給你 那個人自己在那裡說 他說 那個死了的人 就不斷回來犯他家人 就說我沒有鞋 給他一雙鞋 即是他精神病 他很執著一些東西 他說我可以拿回鞋 每晚搞不給他睡覺 所以他說他拿回鞋 他就很害怕他扔掉 就說千叮萬鐘 千叮萬鐘不要扔掉 我會回來拿 但我之前叫他拿 他又不拿 還有有個 有些會捉鬼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想 可能是青山的 是嗎 都進去了 有些捉鬼的人 進去青山 他自己也進去青山 你不知道 捉鬼的人自己也進去青山 是嗎 你不知道 這些東西是一線之隔 那也是 我朋友也認識一個 他每晚都人家睡覺的時候 就把上面的空氣 他說 他是把東西拿回來 他說 你在那裡拿什麼 他說沒有 有些人在上面 站在那裡 我要把他拿回來 要不然他會弄其他人 就是一拔來拔其他人 然後 你問他 算命之餘之餘之餘 他說他能回答 頭頭是道 甚麼都能回答 糟了 將來我進去青山 你去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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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差一線 我算命都可以 真的 要親自拿去 那你是一場兄弟 你整排 屍和可樂 我會的 會的 繼續 那你知道香港哪間醫院最猛鬼嗎 香港哪間醫院 不是伊里沙巴嗎 不是伊里沙巴不是猛鬼 給一些提示 這麼多間醫院 在屯門 九龍區 九龍區 是不是九龍醫院 九龍醫院是最猛鬼的 即是看空肺科嗎 其實它不僅是空肺科的 以前上面有精神科的 最早期就是下面看街證的 我曾經做過探探 九龍醫院 它在很早期的時候 它有幾個很舊的建築 就是被日軍拿來做監禁 或者基地 九龍醫院有兩個很經典的鬼故 是嗎 先說一下 第一個鬼故 就是 在醫院裡面 看到有一個流血的人走進來 護士會看到的 那你就問他什麼事 弄傷了什麼 然後隔一會 他就消失了 第二個鬼故 就是 九龍醫院有一條斜路 就是上去上面那裡 有的士走進去的 鬼故很經典的 就是有一個人晚上 就在那裡截的士 就截的士 截的士那個人是一個和尚 可能有人死了來超渡 的士上來之後和尚就上了車 和尚就會跟那個的士人說 就說 你今晚記得去到哪裡 有人截車 你千萬不要截給他 去哪裡 知道嗎 要不然是很嚴重的 那的士人就聽過和尚這樣說 就是 吹水什麼 很多年前 現在有個和尚跟你說 走吧 香港的和尚 你也知道是老千 以前那個年代都很相信 我們小時候 那的士當天真的去到那個位置 真的有人截車 是不斷有個女人截車 他不管了 就照樣走 真的說得中 那到了交車的時候 他就馬上去看一部車 很多手掌拍 對 很多手掌拍 這個鬼故事 後來就延伸到另一個很經典的鬼故事 就是飛鵝山 不是隻手指伸進去的鼻哥哥嗎 不是 飛鵝山一個是這樣的 話說很多年前 港英時代 黃香港警察的那個年代 有一班那些警察 就上了飛鵝山上面 然後呢 就上去壞車 壞車就走不了 走不了之後 就有個 見到外面的女人 那女人就經常站著看著 就下車問他 喂 做什麼 你在那裡 走完整個女人都追不到 走完整個女人都追不到 回到上車又踏不著 按機又按不到 然後呢 唯有在那裡等 那女人就飛了回頭 那整天就有個女人 那整天就有個女人 然後呢 大家就在那裡休息 等一下的時候 整個車就被人家在跑 跑跑跑跑跑 就變成了掌印 在飛鵝山上面 這麼恐怖 九龍醫院我留了腳毛 為什麼呢 我小女生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突然咳到有血出來 然後我哥哥就送我到醫院 醫院 看完急症就轉介了我去九龍醫院 我去到九龍醫院 就慘了 全部都是阿伯 對阿伯 那些在你身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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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那我呢 其實已經康復了 應該是吸損了喉嚨 你不廢牢 裡面被人惹到廢牢 等醫生又那麼久 到處咳咳咳咳 但是我覺得裡面的能力不好 那裡是我小時候去的 香港以前九龍區看醫生 其實就不是那麼多間醫院 以前通常都是排下面九龍醫院 因為我小時候病 喉嚨通的 經常都看醫生 我媽媽就一定帶去那裡 因為我看醫生不用錢 但是我告訴你 伊麗莎白醫院的能力很好 伊麗莎白可以的 可以的 有一間是私家的 那私家不可以這麼免費時間 亂爆 那個叫國醫院 什麼 國醫院 不知道 國醫院 在這個 我知道了 好像是阿加勒街 是嗎 阿加勒街 阿加勒街 那個能力不好 感覺而已 那間沒有什麼 反正有時候經過 去裡面喝咖啡 裡面有一間 史達北 你這麼心癢 你去醫院喝咖啡 以前是英國走開的位置 去看朋友 去喝咖啡 好 然後 時間夠了 我們拍拖回來 其實我們準備了鬼故 還有一分鐘 問你一個問題 來 來 你在日本 住過 幾年 你覺得這個地方能不能住嗎 我在很多地方住過 你想我分析給你聽 還是你只說日本 不要住東京 只說日本 只說日本 第一地方我也住過 只說日本 住不住一個 住不住 為什麼 大阪 如果你是住 都是住不住 因為是人 壓力 和環境 你都是不容易生活的 你都是會很淒涼的 如果不用上班 你也是會很淒涼 你也會很寂寞 不用上班 男壽朗不是這麼說 你要看 怎麼說 他當然不寂寞 他這麼多女朋友 他當然沒事 如果你是正常生活 你想想 他們的排斥你是外國人 很多東西很限制 你用一張卡叫做Alien卡 因為你不是那個國民 除非你變成日本籍 你變成日本籍 你也要名字 我不會叫他羅永恆 我叫他羅永恆子 因為你要日本籍 我叫牧村 你變成日本籍 你不是 那你就是外國人 你外國人 你用Alien卡 租屋也會很麻煩 一定會留難你 你有任何的費用 交費 警戒卡 報名 都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你是外國人 你去坐車 你坐地鐵 那些人知道你外國人 都會留難你 如果你是男生 請你兩隻手舉高 扶著地鐵 否則 有個女生被人摸 我去過不是這樣的 轉過來 旁邊是日本人 而你是香港人 就一定是你 抓你 如果女生 你不出聲就沒事 但如果被他們知道 看著你 他們會發覺 你問我 你是否中國人 樣子跟日本人有些不同 那些癡漢 就經常捏著你 來煩你 這樣就很麻煩 你們去日本旅行 街上都被人摸不少 所以我就會覺得 其實 要是你去鄉下沖繩 那些能力比較好 沒那麼煩囂 在東京 很大壓力 而且那些人很冷漠 不是很幫忙 所以你們 沒有想到東京 你覺得不好住嗎 我覺得不好 我們女士的話 就普通 嫁給日本人 也嫁不過 那我倆看 你娶個嫁妹 你娶個嫁妹 娶得過 她洗衣服 煮飯 在家裡臭小孩 她很樂意 她是給她的 好像給她的錢 這樣不行 那些嫁妹 真的試過 那些嫁妹去滾 和你離婚 你回到家裡 只剩下空椅 因為她們 只要是你結婚 她們在你的戶口 那些錢 都可以一元都拿過來 那如果你把錢 出錢 出錢 給女兒 你全世界任何地方 都會找到女兒 你可以這樣說 對不對 我小孩要找嫁妹嗎 我出錢給女兒 我用不著嫁妹 她們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會找到女兒 你這樣說 她們嫁妹嫁給日本人 她們的通力合作 她們對自己國民的信任 她給她一份薪金 她就好好維持家 但是你是一條外國人 我拿了你的錢 我走路 我受不了世俗的眼光 我都是找回日本人 那你就會出事 愛情觀這麼悲哀的 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總有一些現象 我相信是 true love 我現在也是 true love 是嗎 我 true love就是駝地 駝地就是 true love 誰叫你去玩外國課 我跟香港人溝通不了 你跟香港人溝通不了嗎 那你也是玩嫁妹 完全溝通 不是小小溝通 是完全溝通不了 是嗎 那你也是玩嫁妹 我不看電視 我不看報紙 我不看本地任何東西 你跟我說所有任何東西 我完全告訴你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不需要知道 沒事 不知道 你只懂得三個字 二十什麼爹 就可以了 完全溝通不了 你那些 千萬千一 二十什麼爹 我對上一個 電視明星的認識你 我真的不是說笑 很多人以為我 我經常說 有些人以為我 你不是說笑 我不是說笑的 那你的世界 很宏觀 你就是律師找 你去做舞台劇 那也好一點 完全不知道誰 我沒有電視 不開的 現在是那個什麼 若林 完全不知道 那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 陳若林 現在很輕 很熱 你見我不看 你見我平常看的東西 都不是那些 我看不到英文 那些 99叫你混台妹 台妹 你首先要移民島 才行 你台灣有移民島 你日本二 你去日本做五年生意就可以 那你台灣也是做生意也可以 台灣不行 很難 台灣不是那麼簡單 是嗎 我有唱歌老師移民了過去 你唱歌老師是不是我認識過唱歌老師 不是 他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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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 你親到醫親了,就不行了 就是因為旁邊過不了,就親不到台妹 真的不行,如果娶台妹移民就容易爆發 說真的,你一年飛去台灣五次,你怎麼都認識台妹 有多複雜 又對 即是你認識日本人,你去日本的時候 你現在也可以 我不會 你現在出來找一個也可以 很難的 以你的條件 不是的,日本人不會娶外國的女人 不是的,Sindy的妹妹也嫁了 她寧願接受AV女人,她也很難接受外國的女人 Sindy的妹妹才嫁去外國 我師傅打拳,她的弟弟才娶日本妹 Sindy的妹妹也嫁去日本 即是她嫁嫁仔 她嫁嫁仔 抓她好運 你也可以 你不要跟老公說 對我不好,我隨時去日本 對不起,我這種性格 我喜歡才會送她出門口 但那些是要做戲,很假的 M通到爆,都要送她出門口 老公上班,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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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啊 你說 所以我做不到這件事 有錢就不會這麼說 有錢 有錢我也不想 就是誓言幻作 我二十歲 我二十歲女 皮乾肉滑 樣子漂亮的時候 我都不喜歡公子哥兒 你二十歲的時候 跟現在不同的玩法 你二十歲的時候 因為看到未來 大好青春 大好前途 我看不起你了 但是人年長的時候 你慢慢想想想 咦,不是啊 原來這些都可以接受 你現在回頭 有個公子哥兒找你 你不馬上 我當然不要 你神經病 我這麼辛苦 令自己這麼有工作能力 鎖底 工作能力前世沒有做過嗎 那又不要這麼說 真的不要啊 不要這麼想啊 真的不要這麼想啊 真的想 要跟阿Jam哥聊 一定要屈馬老錢 你去屈馬老錢 或你要聽我馬老話 其實我比打工慘 因為你要二十四小時 不是的 我現在上班 我對著老闆 他有什麼不做禮 我都可以少他兩句 因為不適合聽 就是我不做禮 我永遠有得選擇 喂 六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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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 你交我Facebook 你交我Facebook 跟你聊一下 好 他有興趣台灣妹 我不是興趣台灣妹 你脹皮條 交我狗做 我不是有興趣台灣妹 九十九 OK的 我喜歡在那裡 我喜歡在那裡 你做他扯皮條 我喜歡在那裡 做到Part1 你一日留在Part2 那麼好聊 不行啦 媽媽罵啦 好啦 你做他扯皮條 媽媽走著我回家 拜拜 真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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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